鸭尘印到现在还在 绝非是假 我真的好挂机他 韩夫人 我只是因为挂念我而无忌 才不计中原那么多仇家 离开冰火岛 随你回到中原 你明明答应我探访无忌 为何言而无信呢 当日我们确实是说好了 我替你探访张公子的下落 你便借屠龙宝刀于我 谢三哥 今日可否先行借刀于我 我定将张公子带到你的面前 可我们说好了的 你把无忌寒人领到我面前 我才借你屠龙宝刀 你是信不过我吗 韩夫人 你让我怎么信你 就在刚才 我已经把丐帮的陈有亮 放下山去 那么从此以后 灵上岛再无宁日 江湖当中 也会有很多人来找我谢迅报仇 我如果这个时候 将屠龙宝刀相借于你 我谢迅还能仰仗神吗 就在刚才 几个人围困于我 多亏了 据已经帮的好汉 出手相助 我能看得出来 你是希望我 此在丐帮人手里 你好坐手渔翁之力 韩夫人 我谢迅虽然眼瞎 但心不瞎 我再来问 我谢迅 来到灵蛇岛上 行踪非常隐秘 丐帮又如何知晓 我正要好好查个明白呢 不用了 我谢迅 唯有重铸江湖 闹腾个天翻地步 我来问你 武力 婆婆 婆婆 婆婆饶命 婆婆饶命啊 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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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侠虽然让人照顾启军 还请婆婆放他一马吧 笑话 你在替谁帮他求情 替张无忌吗 你又算他什么人 更何况他谢迅独自一人 在冰火岛上生活了十几年 何须你操心 也不找块儿镜子照着 你自己现在这副无恙 即使你赞贤梁淑德 那姓长的小子 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死了 你还把他的义父 当作菩萨供奉作甚 丢人现眼 可婆婆我就是忘不掉他嘛 你们两个 你给我滚回船上去 没我的允许 不可再等到 滚 你去哪儿 我要去见我义父 你义父离开的时候 金花婆婆目露凶光 你没有看见吗 我不怕她 我瞧着岛中藏有许多诡秘之事 比如说 金花婆婆今日生擒武裂 绝不会到处张扬 这丐帮何以回到灵蛇岛来 金花婆婆又怎么会知道 你义父的所在 她怎么去的冰火岛 这其中 实在是有许多不解之处 你却将金花婆婆一掌打死 也许不难 但各种的原委 也就不清不楚了 我也不想打死金花婆婆 但义父想得我好苦 我现在就要去见她 已经别了十年 也不争再等着一天两天的 这金花婆婆我们要防 但陈有亮 我们也得防 陈有亮 这家伙很讲义气 是条汉子 没什么好防的呀 要防她 还不如防你这个郡主娘娘呢 这陈有亮明明骗了谢大侠 你这双眼 瞧得清清楚楚 你怎么会看不出来 你是说 她想拼我一副 谢大侠不愿意自己的行踪 被人知道 就算是陈有亮跪在地上 给她磕三百个香头 也未必能够求得你 义父心软吧 这个时候 她除了假装重情重义以外 难道 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子吗 你再想想 这陈有亮跟谢大侠 说那几句话的时候 这两只手怎么样 两只脚又怎么样 她出手 是一招狮子薄兔 出脚 摆的是一道降魔踢斗腿 这都是少林派的功夫 难道 她是想假装向我一副求情 其实去偷袭吗 不可能 这两个招式根本不管用 张公子 你于世上的人心险恶 当真明白太少 我问你啊 如果陈有亮假装重情重义的 鬼魅伎俩 被谢大侠识破 不肯饶他兴命 依他当时所处的位置 这一招狮子薄兔 薄的是谁 一招降魔踢斗士 踢的又是哪一个 他一脚踢的是地上的正长老 出手抓的 是鹰姑娘 张教主 你总算想明白了 你可真是宅心仁厚 心思单纯啊 赵姑娘 你一眼便是否他们的心机 你也不差呀 你讽刺我吗 你要是觉得我用心险恶 最好早早避开我为妙 那倒不必了 你对我使的诡计已经够多了 我已经事事有所提防 就比如这一次 你要找借口借我一副屠龙刀一看 其实就是想让名教群龙无首 方便朝廷行事 不过 我也可以坦白告诉你 我出海前就已寿命杨卓氏 暂涉教主之位 原来张教主大智入鱼 没我想到那么愚蠢吧 是你太小瞧我了 有的是你看不透我的事情 好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你不坐在家里 你不坐在家里 还能够 有不住心 我给你了 你只能看我 有不住心 一会儿 不住心 和你 那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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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哥 你别过来 你到底想干吗 你不是这样很痛的吗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我就是怕你痛得厉害 才用这个法子呀 我怎么不识好人心了 我若说得服你 那又怎样 你习惯了相思多利 我说不过你 我都还没有说你就认输 总之 我是一番好意 你一番好意 你咬伤了我 不给我排个不是也就算了 还给我擦了这些药 我宁可少受你些好意 那我问你 是我咬你这口身呢 还是你咬鹰姑娘那口身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你提她干吗 我偏要提 你还想不想咬一天剑啊 好 就算是我咬鹰姑娘那口身 当时她抓住了我 我年纪又小 武功又比她低 情急之下我只好咬了她 你呢 你又不是小孩 我又没抓住你 你干吗咬我 当年你咬鹰姑娘那口那么深 你咬得深 她记得也深 所以我也要重重地咬你一口 她说我不是很死的 她记得说 可是我没抓住你 那我怎么能够 那我找变得更多的 她记得你 因为我找变得更多激烈了 不是她无厉害的 不是她的 所以你真的没有 然后它是 你说的 我叫你 房子 我今天分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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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来照顾他呀 你若再敢喧闹 我便叫朱儿去天坑拿了五青婴的命来 天坑 天坑在哪儿啊 天坑在哪儿啊 我去找我衣服回来 等一下 再等一个更次 等天色全黑了才好行动 怎么我阻你相认你便不认了 让你再多等一会儿 你就真的不去了 什么时候 这么听我的话了呀 我也不知道 在你面前 我好像什么也不懂 那你得多跟我谈谈心 敬诸者赤 你自然会变得聪明 你真不像女儿家 既然这么不知 不知羞耻对不对 我们蒙古女子大都是性情中人 不像你们汉族女子 娇柔造作 明明喜欢就不敢表达 这样做人太痛苦了 女儿家还是懂矜持比较好 那我不懂矜持 你不是照样喜欢我呀 你 你 你又在逗我了 公子 我远远看到金花婆婆跟印犁姑娘 在山下好像起了争执 我出去看看 你们留在船里 免得被发掘了 等一下 张公子 金花婆婆鬼秘难测 臣有量轨迹多端 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 有个会咬人的鹰姑娘 会咬人的不止她一个 在船上不是也很危险吗 你带着此剑好防身 多谢 你还没换回传宫益装 不必了 此行速去速回 等一家到义父 立马出发 婆婆 这么做似乎有点对不起当年的好朋友 谢大侠跟你数十年的交情 她是信得过你 才会从冰火岛回归中原的 笑话 她信得过我 她若信得过我 干吗不把宝刀借我 她回到中原 只是为了寻找她的意思 与我有何干 但灭绝师太已经死了 您还要这宝刀有什么用呢 臭丫头 你是不是忘了当年 是谁在你父亲长下 救了你的小命 再说 那谢迅与你非亲非故 你何以一股劲要护着她 现在是不是羽翼疯了 想飞了 没有 婆婆 我断不会忘您救我姓名 教我武功的大恩 可是谢大侠是她义父啊 说来说去 还是为了那个臭小子 可是那姓张的小子 早就已经死了 你还对她念念不忘 说不定眼下 她的尸骨早已化成了灰 可婆婆 我就是放不下她 我做不到 放不下她又有何用 你瞧瞧你现在这副模样 即便她活着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能爱你吗 她人也死了 我相貌也毁了 说这些也没用了 只是婆婆 我求您 我只求您这一件事情 之后我什么都答应您 我只求您 婆婆 我求求您了 起来吧 谢婆婆 我可以应允你不伤她性命 可是吐龙宝刀 我非取不可 婆婆 好了 不要啰哩啰嗦地惹婆婆生气 我们在这里 静候你的好消息 只要事情成功 顺利取得吐龙刀 我便答应你让你妇女团聚 说不定还能还你们自由 是吗 谢 赵亲 走 你吞下的可是断肠裂心丹 只要交来吐龙刀 便可换取解药 你怕什么 当年能够成功骗得张无忌 今日何惧再去骗一个 瞎眼老头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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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说了 我说了 你依附情绪不稳 而且此刻 他未必就相信你是她的无稽孩儿 谢大侠 干什么 我帮你带来点好吃的小菜 还有酒呢 放置 拿走 我可是受殷姑娘的委托呀 给你做了几个相当好吃的菜 她知道啊 你在这个岛上煮得闷得慌 你看 还有鱼呢 小大侠 你是不是怀疑这饭菜里边有毒啊 这你尽管放心 这所有的菜啊 都是殷姑娘亲自烹调 金花婆婆一点没沾边 殷姑娘是什么人 她跟吴继有什么关系 这可说来话长了 咱们坐下边吃边聊 要是你还不放心 我就试吃 美味 好吃 小大侠 老师 睡点在下 在你跟前这个是酱汁鱼 相当好吃 你尝尝 嗯 嗯 嘿嘿嘿 嘿嘿嘿 你看 好 好 七千杯你别吃 小心有毒 有鬼啊 聚精帮的兄弟 两次搭救于我 大恩不言谢 日后谢讯必报 你一定要抱佑我 成功拿到屠龙刀 替你报仇血恨 休要换我大事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我谢讯这辈子上的都是自己人的当 谢三哥 此处行踪已经暴露 你不能再住了 我必定为你找一个隐蔽住所 送你去小住数月 待我持屠龙刀去除了峨眉派的大敌 绝对尽全力为你寻访张公子的下落 凭我的本事 要把他带到你的面前 该不是什么难事 好 谢三哥 你还记得四大法王紫白金青这八个字吗 像当年 我们在杨教主的手下 英王殷二阁 佛王维四阁再加上你和我 可是横行天下有谁能打 如今胡老雄心在 你又任心看着紫山老妹子任由欺负 而不加援手吗 什么 清花婆婆原是四大法王之手 紫山龙王 陈年旧事 替他何用 如今我们老了都老了 谢三哥 我可是老眼未花 难道看不出这三十年来 你武功大尽 你又何必如此谦逊 咱们四哥在这世上也没多少日子可活了 依我所看 咱们不如连手重出江湖 再轰轰烈烈地干他一番事业 魏四弟寒图难处 那白眉英王相比年事已告 说不定 他们已经不在人事 这你可就错了 我实话告诉你 白眉英王 轻易福王 眼下可都在光明顶上呢 他们去光明顶了 去干什么 这可是阿里亲眼所见 阿里可是白眉英王的亲孙女 他因为得罪了他的父亲 他父亲要将他置于死地 第一次是我救了他 第二次是维斯科救了他 维斯科想把他带到光明顶上 在中途我悄悄把他偷了出来 阿里 你将六大门派如何围攻光明顶的 好好跟你谢公公说说 当时我为了寻找吴迹 所以偷偷逃跑了 我为上光明顶就被婆婆挟回 所以之后光明顶上的事情 就不得而知了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韩夫人 当年你为你自己的婚姻 与仲家兄弟不合 如今明项有难 你岂能袖手旁观 再者明项教主是你的义务 难道你这些都忘了吗 我去不到屠龙岛 终究将是峨眉派灭绝师太手下败将 就算我到了光明顶 也没有面目再跟他动手 去了也是白扰 更何况 明项的兴衰村王 于我有何干系 你是年纪大了忘了 可我老婆子记得清清楚楚 当年在光明顶上 他们都一起与我为难 只有你 谢三哥 杨教主 对我是好的 我也没有忘记 韩夫人 个人的恩怨是小 明项的存亡是大 我们都这把年纪了 你不要心胸太狭隘了 你是男子汗大丈夫 我就是心胸狭隘的 妇道人家 当年我破教而出 就立誓与明项再无干系 若非如此 那胡青牛 怎么会将我当作外人 他为何一定要我重归明项 才肯替尹叶大哥了毒 紫山龙王早已出教 与明项再无干系 我明白你的心思 你要借我的屠龙刀 对付的不是峨眉派 而是杨潇 范瑶 而且还有你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 就是找到光明顶的暗道 你是想得到一天见的 还是另有几度 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 我的屠龙刀 全部会生结于你 谢三哥 当年 你我二人的武功高下如何 四大法王 各有所长 可如今你瞎了双眼 再与我老婆子比较呢 如今屠龙刀在我手上 即便瞎了双眼 你又能把我怎样 哎 谢前辈 你跟婆婆乃是当年结役的好友 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 非要为了这把刀这样的 哈 那有什么事 对啊 我会明白 你会不会毕竟 事件上一下 是80%的 你可以收到 是好 这是 我闹事 你跟我这一路 我闹事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是个好孩子 难得你对我而无忌这么好 我要差点伤及你的性命 福尔过来 来 来 我现在将一套内功心法传授给你 这是我在冰火道上参吾而来 是我平生武学之大成 记下了 记住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将内功心法传授给你吗 我知道 但是 但是我不能 你知道什么 又不能什么 说 我知道 你是为了让我去寻找吴迹 把这功夫传授给他 我也知道 您将我上城的武功 是为了让我保护他 不受十人的侵害 是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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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什么 难道 难道我而无 难道我而无忌 他早都不早了吧 他 母亲哥哥 他早在六年前 就跌尽心语地生过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小心 ателя 你没事 安妞哥 安妞哥 雨 初遇 初遇 我们的船 船 我们的船 小姐 我们怎么也斩不断周姑娘的手脚锁链 没能救下她来 用副所托 请小姐恕罪 赵姑娘 帮我照顾谢前辈和珠儿 你速去速回 注意安全 曾长沙小心 你们还不快去帮忙 是 是 走 你别怕 有老爷子和我在 绝不容这恶婆子张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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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实之仇 不共戴天 我是抓了灭绝师太太的万安寺 可我并没有伤他呀 是他自己性子刚烈 拒不接受名教相助 才招了杀身之祸 若非你使计毒害 帮我们求于万安寺 我师父又怎么会死 罪魁祸首 就是你 你若非要把账赖在我的头上 我也没有办法 放马过来吧 直若 我们都冷静点些吗 你师父的死 确实不能全怪他 危机当前 我们大局为重好吗 这个妖女 是武林中的公敌 人人得而诛之 你为什么要包庇他 我 他为什么要护着我 周姑娘 一定要问得这么清楚 来自取其辱吗 你想问你师父报仇指管来 周姑娘 可是这把以天剑 已经归了我 你没有资格碰他 你 那是什么 老爷子 原来是狗贼陈有亮不怕死 又回来找你了 你 我跟你说 让我在岛上再见到你 取而苟命 老爷子 没事 你还不快下归阴间 杨教主一命中说 本教圣火令已失落 怎么会在这三个人受众 三位 你们是什么人 我乃帕尚 明教宗教 旅云时 街浪卫时秒分时 未月时 我教就见火星系 得知中途之派 教诸说明教宗教 请弟子自相残杀 本教大取十位 因此名 因分约三十千来 转动教武 何教上下 七分号令 不得有误 今日三位 来到中途 谢某甚是欢迎 如果 让我跪地求职 又从何谈起 这便是你们中途上会令 将这教主领服 已是在外多年 行得丐帮弟子送回 爬杀宗教 难道这位丐帮的陈长老 没有告诉你 明教近来 选出了位姓张的新教主 此人虽然有点好色 但为人义气 深得教内上下尊敬 张教主武功盖世 万众归心 我劝你们 还是及早滚回爬杀 省得在中途出囚 明教教徒 见圣火灵如见赵主 若废叛徒 现在便献上吐龙道 一事对命教众心 谢迅双眼已瞎 二十余彩 即便圣火令 在我眼前 谢迅也看不到 还说什么 见圣火令 如见教主了 你是追忆叛教 谢某不敢 谢某今日在此 刀在人在 刀亡人亡 明教众人 不放上火令豪运者 一律驻出本教 你 太明天 五十温 这 很明显 这 是 这 很明显 这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